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是一千元都未必有 可以买到 为了缩缓通胀压力 埃及政府曾经呼吁民众 少点吃鸡 改为吃鸡脚 因为一公斤只需大概五元港元 而且蛋白质丰富 不过在埃及人眼中 鸡脚只是用来维持猫狗 所以建议又被迎人在离地 物价腾飞 但银子缩水 埃及榜在两年间 短值了大概六成 官方每价一美元兑换到大概31埃及榜 但是黑市价已经跌到大概70埃及榜 埃及年初开始成为金砖国家 学者预料 中国等的金砖成员 将会加大在当地投资 更有助虚美元化 改用人民币结算 推动埃及走出低迷经济 金砖组织里面有中国 俄罗斯都是粮食大国 加了金砖之后 第一 应该是可以拿到 比较充裕的一个粮食供应 第二 也不需要用美元 即是金砖国家可以用自己的货币 去做一个交易 所以对它来说 减少美元 减少美元 储备的流失 对它的国家经济 是有个帮助的 学者也相信 埃及未来经金砖旗下的 新开发银行借贷 利率降低 程序也简单些 有助缩缓埃及的经济困局 无线电视机制 中卓熙在埃及开罗报道 回来本港 第二轮公屋住户入涉及资产申报 星期二开始 房屋处署罗淑佩说 今轮会重点调查 新屋邨停车场长期停滑的贵架车是否由租户持有 又会积极考虑定期抽查联合公屋人士的资产有没有超出上限 第二轮申报涉及25万公屋户 最迟5月底需要交表 房屋住处长罗淑佩在本台节目讲征讲出提醒 车辆都是属于要申报的资产范围 今轮会加强巡查公屋停车场长期停泊的私家车 是否属于公屋租户所有 和有没有超出资产的上限 他两个星期前去试测过都有发现 在我们公屋的系统里面 租比较便宜 生活稳定 存到一些钱 买到一架车 都不是很奇怪的事 但是如果是初初搬进来很新的一些屋邨 都见到有大家说所谓比较贵一点的车 或者甚至有中港牌 这些就会是我们很重点要去调查 还有很有可能是滥用的一些对象 他说明白车户折旧 会掌握相关资料再股价 当局今年内会推行 市民举报滥用公屋掌赏 初步构思要具名面谈 成功收回单位的话 掌赏的参考价是大概3000元 不过现在政府的财政一般 是否能够持续呢 打滥是需要成本的 我要有同事专责去做 我们现在建一间屋出来 都很贵的 几十万过百万这样 我打滥 如果我说我一个小小的奖励 令到我可以收回一间屋 那这笔生意做得过 他相信要等处理完第二轮申报才推行 到时已经处理整体近一半公屋户的申报 现在申报是针对住住公屋的人 他说有意扩展去到轮后的人 积极考虑在中间的时候 未必做得完 我们现在都有十几万人在轮后 但是我们会抽查一些 拿到抽到你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认真地看 你其实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有没有一个增加 导致到已经离开了可以合资格的范围 那如果是的话 那我们就将这些剔除了 虚报呢 其实就是有个很重的罚则的 最多可以是罚款五万和监禁六个月的 那这个适用于你申请的时候报的资料 而针对有人买了居屋之后不自住 持有一段时间丰收逃利 罗淑佩就说 批出出售许可之前 可以考虑要求业主提供水电费单 证明有长住 《无线电视》记者陈佳恩报导 资助房屋的纳米单位近期滞销 房屋处处长罗淑佩说不太担心 是否要再作处理而知尚早 却认为首幅乐建居居屋用地 对发展商有吸引力 经济前景未明 政府这个时候推出第一幅乐建居居居居用地 给发展商兴建和出售 涉及不少于七八个单位 定价和一般居屋类似 房屋处处长罗淑佩说 地皮有吸引力 不猜度发展商会不会压价投标 也不相信中标之后 会压低质素来推高利润 是少有的市区地 在柴湾 另外建筑的所谓承诺的期 都是长 可以给大家有多小小的走展 另外第三样东西 亦都是它很交通方面的 鄰近地铁站 所以我们觉得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对于发展商来说 如果它是愿意参加 就是投得这幅地 它也都一定要用一个 合理的建造的质素 令到它的单位是卖得完 它都不想宅住 有些单位卖不完 不过六字居啟德啟鑽苑 早前有过八个单位探订 部分是纳米单位 如果撥入今期六字居之后 仍然是制销 会不会连作处理呢 洛淑佩说言之常早 在楼市价格比较下行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不同的盘算 需求仍然在 到最后真是如果卖不出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考虑 如何处理这单位 那我们都会去研究 但是我又觉得 既然我们还有那么多人 排队准备买居屋的话 我又不是很担心 但在建的现在还有没有类似 那些又会如何处理 据我理解还有几十个 就会在我们2026年推出的 一个落成的一个居屋的楼盘里面 那个会不会打算打通它 还是怎样 可以做到这些东西 其实就难一点的 因为当你建好了 那个一直在建的时候 你再去打通 有时那些长的承受力 主力长的分布 各样东西 就会重新计过数 当然你会见到我们现在的 无论是公屋 或者是居屋的供应 我们都分秒必争 他说日后起的单位 已经设面积下限 无线电视记者 陈家印报道 休息回来 有其他新闻 稍后见 新闻时间 今天复会节假期最后一日 入境处预计入境高峰 其中罗湖口岸人流最多 混书署呼吁旅客 预早妥善规划行程 预留充裕交通时间 港珠澳大桥口岸 夜晚一度出现入境车龙 直至昨晚九点 各个口岸 共录得近92万人次出入境 当中入境港人 约37万4千人次 入境处早前预计 今天有近59万人次 经六路口岸入境 会交开櫃台和通道疏到旅客 还会增派保安人员 维持过关秩序 呼吁旅客提前在入境处 网页或者应用程式 查阅各口岸 轮后过关情况 减省排队时间 深圳边检总站预计 今天中午到晚上10点多 会出现客流高峰 旅客会在黄江、福田、罗湖、 深圳湾和连堂等口岸 集中过关渡港 大区港人外游 多区市面淡城 有饮食界话 生意大跌三成 復活节 周末踏入尾声 年日每日都有 几十万人次港人离境 加上内地不是假期 在铜锣湾街头 人流不算多 部分食肆下 更加只得一两个客人 去茶楼喝茶 很静 香港已经这么静 你还不帮我 死死就可以了 多数人来港 可能都舒服的痕 平时都人多 假期外游都很正常 疫情前 既然上水深康街 有不少内地游客来光顺 但现在这条街相当淡静 药妆店近乎拍污烟 更加有不少鸡铺 附近食肆说近日生意 即是达到疫情前的一成 有人来算偷笑 不要说坐爆 连职员工都可以一半放假 即是不用那么多人走 而且又提早了下班 都没有人留 不如早点下班 有饮食业界说复活节假期 生意额大跌三成 跌幅比预期多一倍 形容相当悲观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望迟说 仿港旅客消费模式转变 和市场变化 令到中小企面临挑战 他说已经在财政预算案 推出多项措施 包括加大中小企 涉及融资担保计划 保证承担额 又指示金管局推出支援措施 又说要为企业製造更多商机 最重要是汇聚更多人流和消费力 包括举办更多盛事 保证电视机制一流进入不到 美国政府紧急回收 超过66000部心脏泵 说产品存在刺穿心脏风险 有49人使用产品后死亡 当局批评生产商 明知产品有问题 但未有即时通报 这款有问题的心脏泵 由强增医疗旗下的阿比奥梅德生产 透过直入仪器 在道馆附座之下 将带氧的血液 由心脏左心室 引流到身体其他部位 通常用于心脏手术期间 协助血液循环 或者用来减轻严重心脏病 发病人的心脏负荷 美国食物及药品管理局说 心脏泵如果使用不当 可能会对左心室造成刺穿破裂 亦可能导致血压高 血流不足 甚至死亡等严重健康效果 至今收到49宗相关死亡报告 另外有129人被心脏泵所伤 当局发出最严重的一级回收警告 即是产品很可能导致严重健康问题 甚至死亡 至今已经回收超过66000部心脏泵 不过强生向路透表明 产品未被指令下架 公司去信用家提醒他们 要按新收定的指引使用产品 包括医生在手术期间 要小心准确地放入道馆 移动道馆的时候要靠影像协助等等 药管局是在去年年初 巡查阿比奥梅德 位于马萨珠塞州总部的时候 才揭发事件 调查员当时发现相关产品的多份客户投诉 以及一份日期为2021年10月 在公司官网发布的公告 显示生产商知道这款心脏泵 会增加病情不稳患者的死亡风险 甚至早在2018年年初 即是产品认证获批的时候 已经知道潜在风险 但是2022年强生提出收购的时候 故意隐瞒这些数据 更加讹清过去十几年都未有问题报告 供应商解释是因为出事的可能性很低 并且已经对产品作出改良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报道 医官局即时检视和评估有关仪器的临床使用 也提醒医护人员严格医虫仪器使用指引 加紧留意相关风险 有心脏科专科医生说本江有公立医院使用 亚比奥梅德心脏泵 不过并不普遍 一般用在心施治疗部治疗患心脏衰竭的病人 用法是由皮外插入病人左心室 因而有刺穿心脏的风险 如果它平时设断到120 如果心脏衰竭可能只剩4、50万 或者接近零 人民没有生存 这个辅助器就经大负物体管 直入了心室 就补回那几十度的力度给它 那辅助器就比较硬一些 好像筷子插在那里 你经常磨擦它 譬如我们的心一分钟 可能运作60至80下 一个钟头可能一天 可能已经几万下 心磨薄了 他又说使用仪器时 一般有专人在隔壁协助 如果即时拔出来 病人都可能有即时生命危险 例如是心脏停顿 血压罩降 建议如果病人家属担心仪器风险 可以先咨询医护人员意见 医官局发言人指出 自2018年起 引入那款心室附助器 用在治疗有特定临床需要的心脏病患者 目前医官局下公立医院 每年为超过100名病人 进行相关治疗 至今并没有出现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在警告中提及的不良事件 内地日前有民众出现反复发烧 淋巴结肿脏胀化龙的情况 求医后确认是因为被猫惹伤 引发 有医生指出 免疫功能有缺陷的民众 較易患上这个病 遇到猫主动靠近 不少人都会摸一下 但猫主子心情难以触摸 随时移咬相待 广东中山市有医院 近日就接到一名五十多岁的民众求疹 医生说这种病主要通过猫、狗等寵物接触 找伤或者咬伤引起的传染病 某些人特别容易染病 本身免疫功能有缺陷的 或者本身有心脏半磨病变的患者 尽量不养猫 因为这类人群一旦感染的时候 可能引起的后果要相对更严重一些 他又提醒民众 如果不小心被猫抓伤或者咬伤 要立即清洗伤口和消毒 并且及时就医 无线电池机者陈雪仪报导 近期有报告说 求息者倾向到自由度高的中小型企业工作 而人手不足的科技 皆有公司实行共享员工 有职员说新模式下收入增加近五成 内地今年春季招聘中 以从事科技、机械等高端人才最为抢手 但就算开高价 都未必能请到足够的人手 部分内地企业就选择以短期项目形式聘请员工 便相同其他企业共享员工 有企业就说人力成本最多可以降低一成 除了公司得益 这派灵活就业的员工 收入亦都比固定合约高 近日亦都有机构发表报告 说现时求职者追求平衡工作和生活 相比起去大公司工作 中小企业更加受欢迎 当你想在现场的框架里面做一些改变的时候 但这些改变往往是得不到认可的 常常的话可能会更自有一些 同时新资上也能够满足我的要求 大产平替呢 往往是在垂直领域的 这个中央部 中头部的这种公司 他的工作反应比较好 他的这个机会比较多 相对来讲也比较稳定 有专家就指出 现时产业结构集中在智能制造 数码化转型等 对中小企业发展有利 与其未来会越来越多求职者 放弃追求大公司品牌的光环 无线电视记者 陈雪仪报道 各位好我是李萨浩 垃圾征费今天起先行先市 有着于事行计划大厦居民说 已经准备好转用指定垃圾袋 但垃圾量未必会减少 政府就说会全面检视推行上有什么困难 深水埗这栋三毛大厦 是垃圾征费先行先治 十四个指定厨所之一 大厦对出摆放了大型垃圾桶 方便居民扔垃圾 有居民就说已经收到政府派的指定袋 一共有三十个 星期一开始会响应并且转用 他一家七口估计一天一个袋都已经够 但能不能够做到减肺就有疑问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小环说 按袋收费而不是按照重量收费 是希望鼓励市民减肺 并且将垃圾和厨余分类 女人认为政府的指定袋质量比较薄 容易穿 謝小环说拉力和印度和一般的垃圾袋差不多 但在一个情况之下不适用 在厨余来说 这些厨余可能有些鱼骨、鸡骨 它都是会刺烊一些胶袋 以往它都会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它真的有很多鸡骨、鱼骨 可以自己先用胶袋包着 放在一个指定袋那里 就不会那么容易穿 他说参考过首尔和台北的经验 当地至少要三到五年才适应征费 关键是不可以心急 政府会加强宣传 领导政府跨部门小组监督先行先事的 政务师副司长卓永兴就说 会全面收集意见 了解一下有什么困难 看的环节是很多的 比如说市民的参与度 他们对计划的认识 接受程度 收集的垃圾量、回收量等等 然后我们就会去分析了之后 作下一步的部署 他说目标在五到六月 去到立法会交代进展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长期报道 另一方面 首阶段管制即是塑胶产品 今月22日起实施 涵盖即是餐具等 业界划或将成本转价给消费者 当局强调会由源头减费 还有大概三个星期 第一阶段走速正式实施 交的餐具和饮馆等 将会逐渐住职餐厅 这间西餐厅两个月前 开始改派木制的餐具 以符合法例要求 食客方面我想就有点顾虑 因为那些木的刀叉 没有胶那些硬 而且切东西的骨齿 又不是那么利 所以变成这个我相信 就是主要在客人方面 会有的不方便 有餐饮业界说 很多食肆尤其是中小型 目前仍然按兵不动 未开始寻交的替代品 一些环保的用具的话 价钱上平均来说 大概是有三成 甚至以上的升幅 一些食肆在经营环境 那不是这么容易的情况之下 也不想默默然立刻 去采用环保的餐具 而将他们的成本增加 这个不是因为迫在眉睫 香港人有时我们也有这样的习惯 就是很多事去到真的要做的时候 才会慢慢收拾来搞 虽然在我们早在 我想去年8月10月左右 已经开始来做宣传 你都眼见 都是近两三个月的事情 大家开始来着紧张 走售这个计划 这个法例 即特点 就是在源头 和供应者来改变 謝展环说 法例生效之后 有半年的适应期 餐厅可以将剩下的 即器塑胶餐具用它 对于食肆 会不会将走售的成本 转价给消费者 他就说 替代的木製刀叉等 近年价格已经下降 和交道交叉差不多 最贵的是饮管 每支成本都只是贵了几千 无线电视机 就是中卓希布特 临近清明节 有市民趁周末去掃墓 天文台预料清明节 当日天气炎热和有骤雨 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 未到清明节就已经雨昏昏 在钻石山坟墙 有孝子炎酸 大鼻鲜花 烧肉等 提早上山拜祭仙人 有市民说是避免 只一人多祭壁 最主要都是因为公众假期 连续几天可以选择多些 彈性些 其次就是 约上家人一家人来 今年少了很多 我们觉得今年拜祭很舒服 不是那么逼人 是早旅行很多 也有市民表示 製品比起以往贵了 贵了 衣纸都贵了 买衣包 金银那些 用来烧给两个老人家 那些四十多元至五十多元 但现在要七十多元 天文台预料 清明节当日的天气 会比较炎热 也会落骤雨 呼吁数目人士 留意天气变化 食环署也呼吁数目人士 避免在清明节当日 人多击逼的高峰期数目 可以考虑在正日的前后日子 前往拜祭 无线电视记者 彭永熙报道 尖沙嘴有餐厅夜晚发生火警 无人受伤 事发在黑德道 和七咸道南交界 间围于温沙大厦的京赛馆 警方说 大约昨晚七点多 接报说 餐厅二楼厨房起火 吃黄道场后 大约二十分钟将火构式 大约一百五十名食客 和大厦的住客自行疏散 南海局势紧张之際 菲律宾总统小麦可斯 签出命令加强海线安全 被视为国大军队的角色 原来我们官媒就继续播出 解放军演练打击武装渔船的片段 央视军事播出 南部战区海军一支导弹快艇大队 近日进行实战化训练 包括无意受到敌方武装渔船 集击侵扰 在此一户出东 开火城攻击尋对方 其他演练项目包括防空反倒 中国和菲律宾近期多次 在南海爆发冲突 菲律宾总统小麦可斯签出命令 加强海市安全协调 包括重组政府海市委员会 列明军队而不单只是海军 是支援委员会的机构之一 有分析认为 扩大了军队的角色 小麦可斯指菲律宾持续面临 一连串威胁岛领土完整 以及和平生存的严峻挑战 日本传媒报导 日本和美国决定将会和菲律宾 英国和澳洲 扩大安全保障合作 中方表明 菲律宾挑衅是南海问题 声温的直接原因 非方倚靠外人 靠不住 中方会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 母纤电视记者 张伟聪报道 印尼总统当选人 普拉博旭展开访华行程 普拉博旭星期日抵达北京 中方官员迎接 他在三日的行程中 会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 也会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 72岁的印尼国防部长 普拉博旭上月赢得大选 预料10月正式宣誓就职 印尼国防部备书处说 这次访问是为了加强两国合作关系 那对地区安全稳定非常重要 中国外交部早前说 两国会以这次访问为契机 做一部巩固友谊 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 梵蒂冈、菲律宾和乌克兰等多国 在復活节举办弥撒等传统活动 大批信号参与 教宗方济阁在復活节到 梵蒂冈、盛百多禄广场主持 復活主日梅撒 87岁的方济阁前一晚坐轮椅 进入梵蒂冈、盛百多禄大殿 主持历时大约两个小时的 復活前夕首夜礼 当时他开声领土的时候有点气喘 在仪式超过一个小时后 他终于可以用较红量的声线 讲到10分钟 他早前也缺席耶稣受难入拜苦路儀式 说是要维持健康魄力 应付连串的復活节活动 有最多天主教徒的 亚洲国家菲律宾 星期日凌晨在安帝波罗市的教堂 举办象征圣母马利亚和耶稣会面的 雕像常游等传统復活节活动 随后举行梅撒 大批信徒到场参与 澳洲圣尼圣玛丽大教堂同日也举行 在岳乌战士阴霾下过復活节 大批信徒 星期日凌晨聚集在首都基辅的 胜尼古拉大教堂 参与復活前夕首夜礼 祈求国家在战事中取胜 社会早日回复和平稳定 无线列士记者一层为三步道 英皇查理斯三世参加副活节礼拜 是他2月宣布患癌之后首次出席 皇室公开活动 查理斯三世星期日在皇后卡米拉培同下 到温沙城堡的圣桥市教堂参加礼拜 他们离开前和民众交谈和握手 75岁的查理斯三世1月入院治疗前烈线真生 期间发现其他问题 详细检查之后确诊是癌症 但没有透露是哪种癌症 查理斯三世之后暂停参与公开活动 但继续履行国家职务 皇柱威廉和太太凯特王妃 未有参加礼拜 目前凯特都因为患癌 即是接受治疗 本集中是是 嗯 brahim 解释 MING